我真没想到 宋阳她这么有心机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暗中搜集 我妈各种偷税漏税 徐开增值水发票 还有行贿等一系列 违法的证据 如果我现在去举报她 那就相当于 把我妈亲手送进监狱 但佳佳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继续让宋阳 留在永歇 留在你妈身边 她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对你妈 对永歇 是一个灾难 那我妈呢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妈去坐牢吧 佳佳说实话 今天就算没有安宁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你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事情事关重大 我真的一时做不了这个决定 我打算这两天好好地找我妈聊一聊 天明 你能再给我几天时间吗 谢谢你了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下来呢病人需要多观察几点 如果不出现什么不良反应呢 就可以出院了 我知道了 太感谢您了 谢谢 天明 她已经醒了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晓妮 你昏睡了整整两天两夜 不止我和乐乐一直陪着你 还有天明 你这次啊 可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 对啊 我直接冲到了婚礼现场 跟她说你出车祸了 她就什么都不顾地跑来了 我又不是自杀 也没有情绪失控 这只是一次意外 只是因为我骑车技术不好 你们两个快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不要再来了 二姐 你别口是心非了 这年头当圣武 是没有好处的 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才是主流价值观 乐乐 好好跟你二姐说话 大姐 二姐这外申好了没用 咱得把它内伤治好 对了二姐 天明哥和杨佳的婚礼 已经取消了 可是 可是你们的孩子怎么办啊 孩子 我们哪儿有孩子啊 安宁 对不起 我骗了你 其实那份怀孕证明是假的 是我让颂养伪造的 那天晚上 天明他在我家 我们两个什么事都没发生 安宁 对不起 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却欺骗了你 你知道吗 那天在婚礼上 天明他一听说你出事了 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 让我突然间明白了 其实婚姻带给两个人的 只有法律上的关系 可是天明 他永远都没办法爱上我 所以 我已经决定退出了 晓宁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天明他是真的很爱你 而且你也依然爱着他 如果杨家主动退出 你们就好好在一起吧 这给你手镯 我现在正式地交给你了 谢谢你的成全 但这个镯子 我还是不能要 为什么 也许我跟天明 是注定的有缘无分了 为什么我都退出了 你们两个还是不能在一起啊 是啊 小宁 杨家他已经主动退出了 你为什么不能和天明在一起呢 这样吧 这个暂时由我来保管 我改天亲手给安宁戴上 啊 既然人家两个不想说 我们也别勉强他们了 搞不好啊 等我们这帮电灯炮撤了以后 人家俩人自动就能抱在一起了呢 那我们这些电灯炮就撤了吧 两天两夜没睡了 我可撑不住了 我送你啊 不用了 你也两天没休息好 赶紧回睡觉吧 走了 乐乐 我送你吧 安宁 祝你早日康复 那我们就先走了 走了 安静 能不能给墨轩一个机会 让安宁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这件事情 我已经和墨轩商量过了 他说他尊重我的选择 我的婚礼 如果能够得到你们的祝福 我会非常开心的 可如果不能 这将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好好照顾他 我先走了 你呀 老是这么冲动 吓死人不偿命啊 你的摩托技术是我教你的 你现在那三脚猫功夫 学人去飙车 想对我这个师父的脸啊 别插开话题了好吗 我姐这次是下定决心要嫁给蒋总了 那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了 安宁 这一次我差点永远失去你 我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 排除所有的困难 怎么开车的呀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如蕾 今天想跟你说个事 我决定再续学 对于这个女孩来说 谈不上有什么爱情 我知道她并不爱我 她需要的只是一个依靠 而我呢 而我需要的是一个伴 你原谅我吗 我知道我这辈子欠你的 是注定还不了了 那你放心 我跑不了 我真的跑不了 我死了之后 我还会跟你合葬在一块 到那个时候 我在当面跟你请罪 你再一条一条跟我算 好吗 好吗 江总 有客人来了 神月 是天明 石总 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声 不好意思 前阵子我的状态不是很好 希望您不要介意 你想通了 坐 坐 我年轻的时候啊 也因为一时冲动 犯下终身忏悔的事 但你的运气比我好啊 你 你还有机会跟我道歉 我接受 可是我犯下的错误 我想对于我亏欠的人跟他道歉 我却苦无机会 愧疑 愧疚的人是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那是我年轻犯下 最大的错过 我也因此被判了五年的刑 你知道这些年来 我为什么不曾再娶吗 那就是我对我王妻的一种忏悔 你 江总不是决定了 要举安静了吗 天明 我已经都五十多了 你说 我的好日子还有多久啊 十年 二十年 可是我已经用了三十三年 来忏悔我过去的罪过 所以我觉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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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现在想 重新开始面对我一个 一种新的生活 二姐 这样可以吗 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二姐 我仔细问过我那两个姐妹了 她们都信誓旦旦地说 这次你西点店出事 跟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二姐 你听我说完嘛 另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姐妹 偷偷地告诉我 说她们提前就知道你的西点店要出事 所以早在大家面前心灾乐祸了 唉 现在肯相信你二姐说的话了 可是我想不通 我和她们是结伴姐妹啊 她们为什么要对我的亲姐姐 下这样的狠手 难道以前她对我的好 都是装出来的吗 乐乐 你不要被她们那些所谓的江湖义气给骗了 她们偷东西 抢劫 还在我店里下毒 你就应该跟她们断绝关系 然后去举报她们 举 举报 我不敢 我害怕坐牢 不行 慢点 乐乐 你以前 确实做过一些违法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毕竟你还年少无知 而且又是受别人胁迫的 如果你去主动自首的话 法院一定会重新处理的 二姐 我现在心里挺矛盾的 你别逼我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我其实不是逼你 我只是不想看着你 再背着这些罪恶去生活了 等我把伤养好 出院之后 我就陪着你一起去把这些事情做个了断吧 安宁 莫逊哥来了 哎 给我吧 好 今天干上去气色不错 自己做起来的 安逸呢 安逸呢 安逸在幼儿园呢 你这回出车祸的事 我也没告诉他 还是你想的周到 你别想太多了 安心养病啊 那蒋总 准备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尽快吧 那我先祝福你们 谢谢 蒋总 有人送了一封信到前台 收拾给您的重要资料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陈敏 回来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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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抱歉 先别抱 先别抱 让我先让她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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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哪啊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安小姐 别害怕 我们就是请你来做客 你们快讽了我 我要回家 安小姐 你要走 我当然不会勉强你 不过 你不能说走就走了吧 啊 你们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想回家 很简单 帮我们给盛氏集团的总裁 蒋大蕾 打个电话吧 好 我 我的 我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 你这么聪明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不用我教你吧 用免贴 用免贴 不 可能是绑匪 先把电话录下来 打电话 哪位 大卫是我 安静 你怎么样 他会救我 别急别急 安静 我会救你的 别急啊 我在 蒋总 你刚才也听到了 你的女人在我们这儿做客了 现在他想回家了 不是 你 你怎么称呼啊 我们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女人在我们手里 你如果还想让她回到你身边 总得犒劳犒劳我们吧 你要怎么犒劳 不多 你拿出五百万 你的女人 我会毫发无伤地给你送回去 哎 身家几十亿的蒋总 连一点茶水钱也舍不得出 那茶水钱是多的是啊 但是啊 不会给你们这种人渣喝 我蒋大为也从来不受人胁迫 你们挨地挨地啊 你身家几十亿 会舍不得这五百万 你不是还买过一辆宝马 给他砸着玩吗 那是我的事 我再告诉你 我女人多的是 多他一个不会多 少他一个也不会少 你们随便 大为 他娘呢 这些土豪眼里救他们有钱 还不如我们兄弟他们讲义气 大为 大为 你 怎么能这样救我 你还给老娘鬼哭拉嚎的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宝啊 他会救我的 你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 屁 你他们一文不值 不会 蒋总 你这会对安静不利的 我如果表现出越在乎的话 他们也不会放人 只有这样子 安静才会安全 如果他们不值这一条呢 如果他们撕票呢 不会 他们要的是钱 没有必要为了一条人命 并非个罪名 我 严并里面 娘的 我真搞不懂这帮有钱人 舍得在女人身上花钱摆阔去 不舍得花钱买他们的命 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 让他们拿钱来赎你 我家里人没钱 我 我家里人真的没钱 要不这样 你们把我放了 让我回到蒋大伟身边 我给你们弄进 想要多少都可以啊 他们当老年要三岁小孩呢 啰嗦什么呢 答案 若勋哥吃点吧 给冰号好吃吧 二姐 吃点苹果吧 吃不下啊 安宁 安静今天来了吗 我给他打电话 总是打不通 他没来 他昨天走的时候 我就没再联系他了 可能前一天照顾我 把他累坏了 我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他是不是把我的电话号码屏蔽了 他就要嫁给蒋大伟了 可能 也不想跟我联系了 谁让你当初那么绝情 在我大姐怀着安逸的时候 还和他离婚 乐乐 乐乐说的没错 这都是我的错 喂 大哥 他手机里肯定有他家人电话 再自己打吧 我怎么忘了 你们干什么 你们别碰我 你们别碰我 我干 有没有啊 大姐 这是安年的电话 不 你们别打电话给我妹妹 不要 我求求你了 你别打电话 表哥我摘了 好 谁 大姐 喂 跟你妹妹说两句吧 怎麽了 她要是带来 她把她衣服给我扒了 好 我去我家里实用玩意 不要 我求求您了 你们不要打给我妹妹 我求求您了 我已经牵连太太多了 你们千万不要乱来啊 快说有什么要求 千万不要杀害我姐姐 告诉蒋大伟 让她拿五百万来 五百万对她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二十四小时之内 我要是拿不到钱 我就对她不客气了 喂 喂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我 我不知道啊 但是听起来 好像是一群女人 大姐 拿去给石头交医药费吧 你凍子还挺快啊 这么快 就能来这么一大笔钱 乐乐 可以啊 终于预计好 碰上头大飞扬了吧 不可能 人家乐乐可不比咱们 早就起手上岸了 这钱啊 说不就是问她妈要着的 我妈哪来这么多钱呀 这是我亲大姐给的 亲大姐干什么呢 这么有钱 这点钱算什么 我未来的大姐夫 可是鼎鼎有名的 盛事集团董事长 蒋大伟 身价几十个亿呢 谁 蒋大伟 你怎么了 乐乐 没什么 我 我在想 谁那么大胆 居然敢绑接大姐 不行了 我得赶快打电话给天明 别 我来给天明疙瘩 万一他们再打过来呢 保持手机畅通 对了 二姐 我妈今天叫我早点回去吃饭 我先回去了 如果有大姐的消息 你再通知我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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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说 乐乐 她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啊 天明怎么说 天明正在讲的外交 但是蒋大为拒绝副书记 拒绝 她还真是不关我姐姐死活啊 她说这是一种谈判的策略 什么策略啊 难道不应该把我姐姐的安慰 分了第一位吗 先不说这些了 我们先要搞清楚 那帮人到底是谁 她怎么知道 蒋大为和安静的关系呢 来 你去哪儿 咱们得赶快追上乐乐 追上乐乐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乐乐有关 为什么 乐乐倒是不会伤害大姐了 但是 我感觉 她好像听出绑匪是谁了 她那帮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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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姐 其实那女人我看挺可怜的 看着打扮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没想到上次关头连个旧他人都没有 亲情 有钱 通通都靠不住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人前显贵 人后受罪 这种傍大款的女人 没有一个好笑的诚意 大姐 我带你走 大姐 警告你啊 在我们拿到赎金之前 谁也不能离开这儿 她不行 你也不能 大姐 你还拿我当你的小九妹吗 我们可是一起搬过关公的姐妹啊 正因为我们是姐妹 才应该有福同享不是 你亲大姐帮了个大款 我们也应该跟着沾点光不是 你 你们 看来我姐说得没错 西点店的毒蛋糕 也是你们动的手脚 事情都到这份上了 我也不瞒你 没错 是我让你三姐四姐去的 给你那个自以为是的二姐 一点教训 你们也太狠了吧 原来你们以前说的感情 那义气全是骗人的 你们为了钱 连齐把的道义都不讲了 那我说你也不小了 怎么还这么幼稚啊 什么情啊义啊都太虚了 最后都得落在钱上 你能帮我们拿到钱 就是有情意 拿不到 还说个屁情意 大姐 我看你们还是放过我们吧 我看在以前的情意上 就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否则 你们将来后悔莫及 绑架可是重罪 对 阿乐 我要是被抓了你也跑不了 多亏了你告诉我 你未来的大姐夫 是赫赫有名的富豪蒋大伟 我们也不会请你姐姐来做客啊 大姐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我一句话去害了你 废什么话呀 绑起来 快 快快 我给我回 都给我快开 别问 行啊 安乐 长本事了啊 行 别怪我们五没有情意 狗生 放别人 快谁敢过来 莫轩 许莫轩 被婚夫不理你 你前夫倒来救你了 少废话 我都放下了 要不说不客气了 就你这德行 还想英雄救美呢 先救你自己吧 快快快 莫轩哥 快点我先走 莫轩 快 喂 莫轩哥快 莫轩哥快走 莫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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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宁 小宁 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还在做手术呢 你跟乐乐呢 体检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都没事 请问两位 现在能跟我们回去做下笔录了吗 对不起 我现在脑子很乱 能不能 等我朋友做完手术了 我再去跟你们做笔录 可以 你呢 现在能做笔录了吗 麻烦再给我一点时间 二姐 都是我的错 当初我要是听你的 你的西点点就不会出事 大姐也不会被绑架 许霍轩的手也不会受伤 都是我害了你们 大姐 二姐 你们能原谅我吗 您希望 我想清楚了 我要把他们干的坏事 通通举报出来 警察同志 我不仅要给你们去路口供 我还要自首 我要举报一个犯罪团伙 那好 那你现在跟我们走吧 乐乐 不要怕 姐姐要支持你 你 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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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她情况怎么样 她右手伤得很严重 肌溅 神经骨骼全都断裂了 我们给她重劫 缝合好了 以后她的基本生活方面 不会有太大问题 医生 那她以后还能画画吗 画画 她是个画家 她的右手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她的手以后能恢复吗 还能画画吗 她的右手以后 不能做高度精密的工作了 画画嘛 也许画着完还可以 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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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害了你 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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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画的什么 给我看看吧 没什么 现在三岁小孩都比我画得好 莫轩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别这样 我右手画不了了 我还有左手 说不定我还能自成一派 比如什么左撇子画败之类的 都这时候了 你还哄我开心 我们除了开心还能做什么呢 可你越这么说 我就越难过 你别这样 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原来做了太多无情无义的事 有这样的结果 我很安心 因为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 母轩 安静 无数次了 我都想补偿你 可是我无能为力 不过现在你也不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了 莫轩 我不许你这么说 本来我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有一天我能够开个人的全国巡回画展 可现在 这个梦想可能也实现不了了 莫轩 你放心 经过康复训练 你的右手功能可能会完全恢复的 但愿吧 是 安静 你知道吗 我在法国的时候 有一个机构曾经想为我投资 被我拒绝了 为什么呀 你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回国的 不 我必须回来 只有回来才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 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坚持你就会原谅我 回到我的身边 毕竟我们拥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还有可爱的女儿 我甚至以为我能给你一切 可惜 我错了 我现在只是一个 废物 我依然斗不过命运 我依然斗不过命运 徐望轩 我警告你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丈夫 莫轩 我们 重新开始吧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之间 拥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也接受了彼此的不满 现在的我们 就像是两只 剃掉半边刺的刺猬一样 已经懂得了 怎么去爱 怎么去包裹 不满 不满 陆轩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呢 不管你以后是开画展 还是摆地摊 我很安逸啊 永远都会陪着你 陆轩 我不会让你再离开了 这给你 喜欢吗 喜欢 不过我已经不需要了 大伟 我们分手吧 那别闹了好不好 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去属你 那是策略 不是不关心你 我是认真的 我们分手吧 你不是怎么了你 我知道了 你是为了那个混沉协议处是吧 我告诉你 我那么做 我只是在试探你 我讲到我也是 不是那么绝情的人吗 我不是 我已经决定 和墨轩复婚了 你疯哪你 她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她 以后连她自己她都养不起 或许还要你来养活她 我愿意 你 我承认 我以前啊 贪图富贵 爱暗默虚荣 也因此做了很多 伤害我爱人 还有亲人的事情 可现在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真正的幸福 并不一定要建立在金钱 还有物质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能力去爱 去被爱 去感受爱 也许 未来的日子 我会很苦 可是我不怕 因为我还有双手 而且爱 不也是一种责任吗 而现在的我和她 也都敢于 承担这份责任 为了安逸 又为了我们自己 大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